丢掉学生气,走好职场第一步 上期吉汤哥跟你聊了从着装上摆脱学生气 今天就来聊聊摆脱学生气的第二个方面 学会控制情绪,打造个人品牌 被誉为个人成长导师的理查德·泰普勒 在《极简工作法则》这本书中提到 同事们会对一个无法控制情绪的人快速失去信心 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基于情绪而不是有利的证据 同时也表现出这个人缺乏自信 首先我们来聊聊情绪对职场的影响 情绪感染,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 说的是情绪也会跟打哈欠一样,传染给周围的人 老板看你不顺眼,很有可能就是你糟糕的情绪传染给了他 而同事也不愿意跟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一起工作 就像是谁也不愿意住在火山脚下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就会喷发 稳定的情绪会给你积累情绪资本 这是人力资源管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会给老板和同事形成一个信赖可靠的形象 自然他们也会对你有更高的评价 这会让你具有一定的情绪资本 上司就会把重要任务交给你 升职加薪想着你 如果你想成为这样的人 鸡汤哥给你几个实用的方法 一 延迟一分钟发脾气 有研究表明当人们生气愤怒的时候 会伴随着肾上腺素的飙升 所以要想要控制情绪 你先做的事情不是去发泄情绪 而是先把你的肾上腺素给安抚下来 先解决它 你才能比较清醒地思考问题 这时候你就需要一分钟的时间 延迟情绪爆发 二 换位思考一分钟 俗话说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一方面会开拓你的思维 另一方面也会能让你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 三 思考解决方法一分钟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不妨把格局放得高一些 对于这种紧张的局面 想一想 我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是不是还存在另外一种答案 当你这样去思考解决方案时 情绪自然会渐渐平稳下来 在工作中情绪不好的时候 赶紧想想鸡汤哥教给你的这几个方法 稳定自己的情绪 注重解决问题 看看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赶紧想鸡汤哥教给你的这几个方法 赶紧想鸡汤哥教给你的这几个方法